OK,Long time no see,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好久不见,欢迎大家来到AME频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男生都会很喜欢改排气管 我们从入门的小车到大西西处的车子 为什么我们要改排气管 大家都想着说就是为了要大声,很吵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很多人,尤其男生,包括像很多女生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客户也是女生来改车子 从这种小车到野马都有女生来改排气管 因为他喜欢有那个热血 真正的原因,改排气管是一个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放纵 每天工作很辛苦,存了很久的钱 我买了一台车,我不想跟大家一样 我想有一个声浪 我们常常在电视节目上面看赛车 或是看到一些影片里面的车子 它的声音都是很好听的,很浑厚的 可是我们买回来的车却是no sound 那当然也很多原因 现在也很多车子是买来还是有跑牌的 是有滑门的跑牌 可是有些车是没有的 对我来讲,其实改排气管是一个小小的自我满足 跟我可以这么做 声音有了 加速的时候,热血的那个感觉 the boiling of your blood 血液在沸腾的感觉 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当一个赛车手 其实他不会在路上乱飙啦 很多人改了排气管 其实开车是很斯文的 也不会觉得讨到别人的 可是他只喜欢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放纵 小小的自我满足 小小的热血沸腾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非常非常压抑 压抑到什么程度呢?压抑到我们没有什么自我 什么事情都是在网路上面生力其境的 不多了 玩玩车嘛 买一台车 改一改 不管你是改避震器 改排气管 改刹车 其实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感觉 就是我有自我做出我自己的决定 我不要跟别人一样 甚至呢,现在很多人买电动车 像tesla 或是这个Porsche的Taycan 电动车它是没有声音的对不对 却还去装一个这种声浪模拟器 不管它的声音 它想模拟8缸12缸甚至太空船 那它是会有一个感觉的 其实人是需要声音的 人是需要声浪的 人是喜欢音乐的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排气管的声音很吵 是噪音 可是对很多爱车子的人 排气管的声音是像一种音乐 声音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的 声音是可以让我们快乐 我们很多的喜怒哀乐 都是从声音跟歌曲来表达 就甚至一些选举的场合 它的音乐配乐搭的对 它就比较有机会选上 可以让人进入这个情境 那个比较笨的 就用错音乐就选不上了 我们的眼睛耳朵 嗅觉跟味觉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我们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主要是对自己 但是有时候我们去车剧的时候 男生嘛 男生能干嘛 要不然就在外面乱搞 喜欢车的大部分 就是把自己车子弄得漂漂亮亮的 声音又很屌 这样子出去车剧的时候 也有面子 别人也会羡慕你 对不对 谁不想当明星 我们自己不能当明星 那没关系 我们的车子可以当明星 车子弄得很屌很帅 声音又很好听 其实男人的一些小小的放纵 在这里跟各位这个老婆 与女朋友们讲一下 让你的男人玩车 总比他去外面吃喝嫖毒好 对不对 我自己也常跟我老婆讲 他说你反对我玩车 那我就去玩女人 你自己选 爱玩车的男人 不会乱搞 他搞什么 他喝了酒 他不能开车了 对不对 那他去带别的女人 哎呀算了 我跟你讲 开车的时候不喜欢带人 都喜欢自己在那边臭屁 哪个女人要一直听了 他旁边的男人 在跟一堆臭男人 在那边聊车子 聊三个半小时 我自己都知道 我自己每次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老婆现在越来越少去 你的男人每天在工作辛苦 顾家 顾孩子 顾妈妈 顾婆婆 不是婆婆 顾岳母 有些岳母都说 你的车子怎么改成这样子 岳母你不要管这么多 只要你的女婿 对你女儿好就好了 你只要你的女婿 把你的女儿睡得很满足就可以了 然后对这个家好 有拿钱回家 这些该做的事情有做到 剩下他的车子 不关你的事啦 你就 当作没你 你不喜欢的话 你就不要做 都别